前风暴玩弄种族情绪,被两名前总编辑猛批 披马来西亚风暴,深陷种族主义格局,资深媒体人恨铁不成钢 马来西亚前风暴两名前总编辑感到遗憾,该报深陷种族主义的狭隘格局,宛如果在充满偏见里的残茧 透视大马,荡案照 马来西亚前风暴两名前总编辑感到遗憾,该报深陷种族主义的狭隘格局,宛如果在充满偏见里的残茧 在鲁丁,Zenadine Midden,和左汉,Johan Jaffer,在一份声明中严厉指责马来西亚前风暴玩弄种族情绪以巩固种族主义立场 而这对多元种族的马来西亚而言,是件非常不健康的事 两位编辑引述了汤米托马斯受委出任新总检察长的风波魏力 点出马来西亚前风暴玩弄了托马斯非乌易穆斯林的课题 在乌易和穆斯林的读者群中引起恐惧和不合情绪 他们认为前风暴选择描绘一种特定情景 即任命资深律师汤米托马斯为新任总检察长 将严重损害伊斯兰教和马来人的权益 但其实任命的原则应该是连接高于一切 我们很高兴最高元首同意任命汤米托马斯为新任总检察长 解决了当时的危机 两名编辑大谈马来西亚前风暴的种族主义立场 点出这种行为在第十四届全国大选中引起了人民 尤其是无意间极大的不满 事实上 股东之一位巫统的马来前风暴曾被指责 是国阵本届大选中表现不佳的原因之一 不幸的是 马来西亚前风暴的编辑们直到今天都还没接受人民 对西蒙和领导人马哈迪的强烈支持 1981年至1992年担任总编辑的赛努丁 和1992年至1998年的总编辑左汉回忆 巫统曾经是非常宽容并坚守种族间和睦关系的政党 他们说自国赴东姑阿都拉曼的时代 一直到不久以前 巫统都未曾表现出如此绝望姿态以赢得巫义欢心 当马来人的支持不在 巫统也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而马来前风暴自然的也反映了这种绝望的色彩 我们想提醒编辑们注意社会变化以及不断演变的政治格局 地球正在他们的脚下移动 但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曾是通讯部长的赛努丁和左汉称 马来西亚前风暴似乎一切如常 尽管面临财务困境 该暴并没有努力改善流通方针或试图加强广告收入 我们恳请前风暴的编辑从他们的残险中走出来 我们正处于新时代的曙光 我们目睹新马来西亚 选择视而不见 这一切是个致命错误 两位前编辑坚称 该报在享受如今新闻风气自由的同时 也不应该被一些有特别议程的团体利用 去破坏当今政府 新闻来源 透视大马 跟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